大家好,我是孫運氣 今日和大家講的三分鐘視頻 今日港股,我用歌名來形容 就是幸福摩天輪 其實幸福加摩天輪來說,可能更貼切 為何這樣說呢? 幸福大家都明白,今日港股有看的事就知道 今天恆生指數高開少少之後,一度跌過 但是下午,越來越靚仔 最後全日收多少呢?22924,升238點 雖然成交不算多,只有512億左右 但也算幸福,上星期這樣跌 尤其個別板塊,幸福指數特別高 例如內銀,今日威水 普遍升,四大行升1.4至2.2% 帶領著市上升 為何這麼幸福呢? 其實有兩個原因,一般解釋 第一,就是上陣指數 今天上陣指數是再升 2321,升28點 加上3點多之後,歐洲股市服市 再開回,橫板升上 帶動港股,尾市不停扯上去 不要那麼特別,令大家覺得 今次聲勢得來不易,或者幸福感非常強 今天有些不太好消息 其中一個就是,李克強總理在德國說 他現在估計 中國的經濟增長可能7% 到2020年之前 即是,未來的10年有7% 即是,之前我提到,7%的疑惑 李克強親自證明,即是證實了有7%的打算 即是容忍經濟增長比較低 這個其實,對於內地股市來說 不算好消息 但不要理,雖然7% 7%的疑惑證實了,但照升 可能令大家覺得更加開心 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深入一點看,幸福就可能是摩天輪 意思是什麼呢? 今天不是整體上升 不同的板塊,有些升一跌 歌詞這樣說,追追趕趕,高高低低 有些高又低,輪流升升升,輪流轉上升 譬如,用內地來說 內地今天雖然要升,但內地的倉業板股 今天是跌勢比較強 很多跌成5% 內地的網站,提出3個死因去解釋 詳細不講 因為時間關係 總之,講到有文有勞 為何內地的倉業板股價跌 港股也是一樣 剛才提到內銀是這樣的升 但香港部分的比較大的股份 其實都不是特別升 尤其是下午3時前,部分人跌的 譬如,匯豐就是 全日來說,都是跌跌的 最後升了一點 中而升幅也是跟不上大市 反映了什麼呢 其實資金仍然在輪流炒 不是全面上升 未確認過升勢 可能要等一大輪 直至一個更大的摩天輪出現 即是全球資金炒的方法再進一步轉變 之前提到,起碼兩個轉變出現 就會令到廣估 或者中國股市好些 第一個,就是追落後 之前一直追強勢 歐美日股市不斷炒 就是這樣的情況 第二個情況,就是之前一直炒 所謂防守性股份 特別是消費必需品的股份 周期證又不好升 偏偏中港股市的周期證股份多些 在以往摩天輪的炒法之下 中國就不受惠 可能等到這樣出現,才會好些 看看恆生指數 加上,剛才提到 技術上還未確認 你看,今天彈上去 仍然未補裂口 這個裂口未補裂之前 就很難說,已經轉勢 國企也是 國企更加差少少 雖然內液升得很厲害 但是,仍然國企指數 受制著下降軌 要破了下降軌 再穿前浪頂 才可以轉好些 才確認幸福指數 就不是恆虎摩天輪 大家齊齊幸福 不是有升有跌 今天的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